那同學們去過實驗的話 才會對今天的講的內容 會比較有深刻的感覺 那今天就是進到第二週 那主要的 lecture 就是這兩個 topic Pink Lab 2 以及 Introduction to HLS 就把 HLS整個 Compile Census的過程 的 flow 走一遍 好 那所以這是今天的 agenda 那一開始 我會介紹一下這個 posting question 就是說在 forum裡面 你如何去提出問題 那麼在 forum你提問的話 最重要目的是希望 其他人能夠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你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資訊 讓別人可以 很快的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麼 OK 那我後面就談到 Lab 1 2 相關的問題 你就在這個 HLS 的 discussion forum 那接下來我會請 接下來這個這週開始 The Post要開始做 Lab 3 那我請TA Wilber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 Lab 的要繳交的一些資料 那接下來就是今天的 topic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guideline for posting question 跟seeking help in forum 跟seeking help in forum 那為什麼今天特別提到這個 topic 因為昨天 看到一位同學 在這個 HLS discussion forum裡面 post的一個 post的一個問題 那首先 這個要給這位同學一個鼓勵 因為他是第一位同學去post question 那我看了一下這同學應該是交大 而且 非常可能只是一個大三的學生 因為我在交大 頒一個教授 上幾堂課 那個是開給大學部的 的課 然後一般大概是大三同學開的 所以 我想因為是大三嘛對不對 所以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他提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我們看他的這個 提這個問題的subject 我們看一下這個subject subject說 OK 所以一般 你丟到forum裡面 人們看到你這個subject 他沒有看到這個問題是什麼 他說是一個 question 這當然是一個 question 要不然我必要post出來 所以從subject裡面 事實上沒有任何information 關於這個問題是什麼 這是一點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他裡面的描述呢 文字裡面呢 他只有說我讓這個 這個level level1呢 得到全部都是0的output OK 那麼 也事實上 人們看到這問題說老實話 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他 所以勢必會造成一個問題是 假設有人真的 願意幫助他的話 中間會經過 一個 iteration的process 一直詢問他問題 然後他再回答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是 是非常冗長的 假設願意回答這問題的人有賴心 那大部分人看這問題他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就根本不理了 所以我看到這個posting之後 所以我覺得今天需要跟同學們講一下 怎麼樣是一個有效的 effective的 的一個question 那你post到forum 那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那 所有的engineering的課程 你們不要期待說要在課堂上面去學到東西 那你們出來工作 你們要continue的engineering career的話 你們學習的途徑 經常就是 這些產業界 其他比較先進的一些前輩給你一些指導 就是你怎麼問問題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critical OK所以看到這問題 人們怎麼樣來幫助他 那首先 你要 在forum裡面 希望尋求頒助的話 第一個你要選擇 OK你要選擇對的forum 這是第一點 OK 就是選擇對的forum 那 現在以HLS的課的話 我看了一下 第一個就在Github的HLS discussion 因為這針對我們課程 開設的一個討論區 那再來就是 歷史 他的subject說 coast one lab question 事實上沒有information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我們談的是lab one 那他碰到問題是 getting all zero in the result OK那至少這個review了一個 有一點點訊息 有一點點訊息 所以說subject的definition 就像你寫email的subject 是一樣的道理 你怎麼樣 這樣能夠把你要問的問題非常concise 用一個sentence 表達出來 那這個訓練 非常非常重要 你跟別人的對談 這些 怎麼樣可以catch到 用一個sentence 就可以把你要講的意思 表達出來 所以這subject非常重要 那再來呢 當你 決定要 把這問題post到forum的時候 你一定要 做你該做的事情 首先你應該 做一個google search 那google search typical來說 你要碰到有arrow的話 你把那個arrow number 打進去的話 google search常常會給你一些 蠻有 蠻有用的訊息 那 那你做了一些 basic的due diligence 之後呢 你才在forum裡面post你的question ok 那我提的這些guine 主要就是 剛才signings的那個 HOS的forum 我看了別人提的一些 提出來的一些問題 那我summarize 大概 你要post問題的話 你要 提出下面這些事情 首先第一個 你到底試過些什麼 你碰到這個問題 你做了哪一些事情 因為likely 你在forum裡面 別人跟你interaction 別人會告訴 你說 你去試試這個 你再試試那一個 那假設這些事情 你已經試過的話 你就應該在你的question裡面 就說我已經試過這些 得到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那別人就不用在 浪費時間 告訴你再試一些 你已經試過的事情 像這個例子 那這個 這個posting的 他就說 這個 他改他 他試了一下 他改他的code 這樣子可以work 把這個code改成另外一個樣子 也還是正常 但是把code 又改成這樣子 就會fail 等等這些事情 是他做過 試過的事情 他把他列出 然後結果是什麼 你把他陳述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會讓你這個問題 別人要回答 會更有效率一點 所以第一點 就是 你試過什麼 把他陳述出去 然後再來 常常你會是 使用工具 in store 2啊 等等這些的話 別人要幫助你的話 他可能需要 要recreate你的問題 所以你可能要 要把你這個測試的步驟 一下一下列出來 所以說 讓別人可以 呃 ubicate你的問題 好 所以這第二種方法 OK 另外呢 就是 蠻重要就是說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whatever you get 所以基本上 你需要把這個 error message print出來 那甚至 甚至你可以把你的 這個 整個 LOG file 像 VTIS 他這個LOG file 你把它post上去 啊 啊 那 幫助你的人呢 他看這個LOG file 啊 maybe可以把你看到問題 所以你要提供 足夠的訊息啊 讓別人可以在第一時間啊 找到 你的問題在哪裡啊 來來幫助你 OK 那甚至呢 呃 你就把你這個 call啊 這個call 哪一段call是fail 你就把那段call就post上去 啊這些都這些做法 都是非常effective 而且經常啊 在forum裡面能用到一些方法 啊 OK 那最重要的呢 呃 你的這個描述呢 要寫的 非常冗長啊 所以要很specific 而且要很concinct 啊所以這個牽涉到 communication的基本的training 啊 啊一件事情很精簡的可以to the point 啊這個訓練是非常重要的啊 啊有些問題是非常obvious 而且是非常basic的話啊 那呃 你要是丟到forum裡面 可能因為people regard 認為你是一個專業啊professional 所以這種非常basic的問題他可能就呃 你們大概就不會bother啊回來回覆你啊 那再來有一點觀念很重要就是說呃 這個問題啊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啊 這個問題你必須有 是你自己的問題啊 所以我在forum裡面這些professional的人他並不是要 做你該做的事情 啊 所以 呃假設這件事情so obvious 啊然後你沒有花任何你沒有show說你做了任何due diligence 所謂due diligence就是你該做的一些試過一些什麼事情 你沒有陳述出來的話 就很快就碰到第一個問題就把它丟出來就開始問人 啊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那其實在forum裡面其他人會被irritated 會覺得被激入啊 會覺得在侮辱他們 啊 所以這個是在一個community裡面跟別人互動很很重要的啊 所以說我們剛才前面談到說哎你踹過些什麼啊 然後 哎一些erromax 這個些呃你要provide information等等的一些啊 都可以show出說哎你你做了你該做的事情 啊那這樣的話別人就會願意啊來幫助你 啊 ok 所以我特別寫了這一些啊提供你們參考啊 那我覺得是 對於呃以後你們engineering career的成長啊 啊希望有一點幫助 好的 那我們下面請呃TA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周 開始要呃呃開始做lab3嘛啊 那lab3是另外一個platform 用用這個pcii的 呃 的加速卡啊那這個platform跟